五公主 诸位贵客 我已禀名岳飞 岳飞安排诸位 建议留宿在龙园 程少少 你可知 已如金宿的宫殿 原本是我的住处 若五公主想在长秋宫夜宿 我也可以另行安排 不必了 大首母后又要训斥我铺张 永乐宫我还没住过 住两晚也未尝不可 了 你怎么会受伤 好 你怎么会受伤 不受伤 我受伤 成江西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快 快把成江西救她吧 快啊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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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江西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来 来 来 这人厉害了 怎么回事了呀 怎么回事了 怎么回事了 我后不是一直夸你 有才能又娴淑 说得天长有地长无的 怎么今日带个路 都能带进府里 就是 你们擦在废物上的 跟着水压着去的 吴公主 再扔不下去 会出人命的 这世上哪日不死人 一条人命而来 算什么大事 这成娘子自己师足落水 我们也不失手性 无法失教 要不 你跳下去就 我去 还有啥 这水里是不是有蛇呀 快点上来呀 快点上来呀 水里真的有蛇 真的有蛇 快点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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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走 快 程少少 你给我听着 今日我进宫可不光是为了明日的寿宴 我便是冲你来的 今日不过是个教训 以后见了本公主最好老实些 否则 这次是没毒的蛇 下次便说不准了 五公主 她不会去告状吧 怕什么 此处又没人看见 以后我们不认就是 陈娘子 你可瞧见什么呀 我劝你斟酌清楚再回禀 你不是要出嫁了吗 若出嫁之前闹出五逆公主之罪 傅家会如何待遇 五公主 我们不曾瞧见什么 是啊 我们早早地就回去歇息了 这成娘子回去途中意外落水 被蛇咬了 那也是她自己蠢不是吧 什么声音 谁 出来 大伙都在呢 五皇兄 这是背着五嫂嫂 又与哪位工人私会呢 五皇兄还是别让人知晓 自己偷偷出来过 否则 父皇没准对你更失望了 五妹 我路过 什么都没看见 我真就路过 你也没什么时候来的 这五皇子 不会将今日之事说出去罢了 不过是个工人生的猎种罢了 客气才喊他一声五皇兄 我倒是觉得 他与那丑娘子还挺般配的 你也会想到什么 以前他们远回来 我看不下去 不过是个人的猎 Din 我看不下去 你问太好了 我听到你一个衣服 看不下去了